黄浦江是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 发芸于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的电山湖 干流全场113.5公里 作为上海的母亲河 黄浦江兼有饮用水源 航运 防洪排涝等多重功能 同时也是上海灿烂文化的象征 上海发展历史的见证 从无松口沿江而上 我们来到上海市的外滩 全场约1500米的外滩 100多年来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地标 黄浦江西岸的万国建筑博览群 使上海自1843年开布后 逐渐发展为近代城市的见证 而隔江相对的陆家嘴 高楼林立 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会长仲甫兰 收藏了很多上海的老照片 通过照片我们能够看到 陆家嘴地区百年来的发展变化 1900年从外滩远望 陆家嘴地区农田遍布 芦苇摇曳 这到1945年了 房子开始起来了 然后能看到大的这个轮船了 开始在黄浦江里面 这是1987年浦东陆家嘴 这也就是您说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对 我们再来看看 1992年的陆家嘴 东方明珠正在兴建中 这一招2016年俯瞰陆家嘴 这是2016年 你看看现在上海中心造起来以后 景象就更不同了 这个变化是一目了然的 据仲老师介绍 早在1292年 元朝就已经设立了上海县 但直到1843年开布后 上海才开始迅速发展 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 上海从一个海边小县城 发展成为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海派文化的推动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而海派文化的形成 与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有着密切的关系 1843年上海开布后 江南地区 尤其是江浙一带大量移民涌入上海 移民城市的居民背景复杂 却让多元文化共处一地 也更容易接纳新鲜食物 于是在开布之后 上海原本传统的江南文化 融合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 并吸收西方的文化元素后 形成了上海海纳百川 兼容并续的海派文化 在上海文化多元特别人 它是多元的一种文化 上海是你好 我看你好 我想办法按按理要超过你 但是也不承认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不承认 你要知道别人好在哪 好在哪我们去学习 我想办法超过 然后还要去超越 超越 那么这样子就不停地有创新精神 百年来 海派文化一直影响着上海 让上海成为一座开放 包容勇于探索的城市 来到外滩 目光所及之处 进入了上海百年历史 这里还能听到上海标志性的声音 那就是海关大楼机械中 每日报客的东方红音乐 经过联系 我们来到海关大楼的中楼上 见到了大中的管理员 魏云寺 现在上来我才看到 就是大楼的内部是这样的 是的 这也是我们大楼的最主要的核心部位 把它称为是机械层 大楼的心脏 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后 这些圆形其实就是我们在外面 然后看到的这个表盘 表盘对了 但它们全部都是由我左手边这一部分 带动它的这个指振转动的 是啊 上海海关始于1685年 清政府在上海设置的江海关 这栋海关大楼落成于1927年12月19日 第二年的1月1日 由英国厂家生产的大中 从伦敦玉地上海 并正式投入使用 上海开工以后 到新中国海关成立之前 原先的海关的关税是怎么增值的呢 当初因为它是以货物的重量和天然来计算 因为每个国家的外人上面 都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时间 你当初让他们纳税就容易扯皮了 那么海关建了大中以后 那么你所有的外人进了港口以后 必须以海关大中每天的12点敲响 就是一天的起碎时间 这就是海关要建中 最最具有历史和意义的地方 和我们熟知的机械表一样 海关大楼的大中也需要上发条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电动控制的链条 就是启动发条的装置 大中入城的是 当初是没有一套电动装置的 可能你刚才进重楼的时候 看到三个重槌挂着 你看见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大中的发条 那么在二八年 大中正式运动的时候 当初是要靠人工把这个发条提上来的 但是一个人要不动的 当初需要四个人才能把 这个上大中的发条的操作胜讯才能做 那么这套装置呢 实际上是我们在五十年代的中后期 当初我们的党号召各个单位搞技术革新 由我们前辈的老师们 搞了这项技术革新 架了这套电动装置 随后就一个人能把上发条的操作胜讯 一个人能做完 大中的设备不断改进 很多管理工作也随着时代发展变得更加便捷 其中就包括给大中校对时间 上一次发条要搅对一次时间 那么当初搅对时间 我们怎么搅对的呢 当初在五十年代后期 我们就在这里放个小的收音机 要到正点的时候听多多六想 北京时间几点才能搅对时间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几点 又要过一个小时才能搅对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我们现在的电信工业的发展 电话都有缅电功能 而且有报时台 那么现在很轻松地随时随地 就可以给大中校对时间 虽然工作相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但要保证大中的顺利运转 作为管理员 微渔四每天依然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 平时您都要做些什么 平时每三天给它上一次发条 十天半个月 还有些部位要加加机油 包括我们中面背镜灯什么 都需要去保养 这个是报时是多长时间一次 报刻 海关大中有这个功能 就是报刻功能 把完整的一首乐曲 分成四节来敲的 一刻的时候 十五分钟的时候 敲几米 半点的时候敲两几米 四十五分敲三几米 正点 四节音乐敲完 把完整的一首乐曲敲完 然后打几点就打几下 最早的时候 老三人到了外滩附近 如果能听到海关的钟声的话 它一般是不看时间的 只要听音乐的长短 它就可以知道现在是大业几点 由于海关大楼修建室 江海关被英美法三国控制 所以海关大楼的大中 一直是以英国乐曲 威斯敏斯特报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将海关更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 大中的报客音乐 也经过多次更改 最终确定为东方红 整个报客音乐分为四节 选用东方红歌曲的前四个乐曲 总时长为一分钟 海关大楼的钟楼分为机心房 发音层 以及起楼三个部分 跟随魏云寺 经过狭窄的旋转楼梯 我们来到发音层上 这里一共有大小和青铜 胶筑出来的铜中属组成的 因为它设计的时候 如果用机械来敲的话 它只能敲 威斯敏斯特报客音乐曲 实际上现在大家听到 海关大中的报客音乐曲 东方红是这样做成电子的 通过公放喇叭传出去的 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身后 对 据卫云寺介绍 2019年 他们请英国的生产厂家 对大中进行离次检修 英国厂家为他们提供的一版 新录制的东方红爆客音乐 文云寺说 新版的东方红音乐 声音清脆 但节奏相对缓慢 对比之后 他们最终还是确定 使用原版用编中录制的音乐 他感觉好像用编很回荡的很长 是的 是的 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因为站在这儿的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听到这个乐曲 反而会让人有点激动的 而且觉得它要更浑厚 就像您说的更悠长 感觉要传播得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吧 对 您现在听到这个钟声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实际上可以说 我也是从小听着那个东方乐曲长大的 本身我就是生活在原先老上的黄埔区 也是从小听着那个东方乐曲长大的 魏云寺从1991年便开始负责钟楼的管理 他说 海关大楼的东方哄音源 已经成为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 大钟曾有一次因为检修停止报时 很快就有市民打来电话咨询情况 所以29年来 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守护着大钟 那您是见证了浦东的变化 也真的说看着吧 实际上见证的最多的 还是我们那个大钟见证的多 他因为他天天24小时 在见证着浦西浦东的发展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30多年来 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这个变化实在太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 因为浦东的交通非常不便利 到浦东就要百度过去 坐船 坐船 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就不一样了 包括隧道啊 大桥啊 建成了以后 现在没什么可以分浦西浦东的 那在您眼中黄浦江有变化吗 这个变化也是很大的 像我小时候 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游玩 我们到外滩区呢 外滩区干什么 看大冷船 那么现在你看我们黄浦江山的船 大船几乎是那个 随着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 港口都建成了深水港 大船到外高桥啊 阳山那边去的 所以现在在黄浦江山那个大船 也几乎也看不出了什么 但是不论这个时光怎么样变化 很多人来到外滩 听到这个海关大楼的钟声 还是会成为他们来到上海 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 对啊 它能 随着人的记忆 永远停留在人的心里 往日的记忆不会改变 但城市却一直在变化发展 与大中一起走过将近30年后 魏云四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即将结束管理员工作 魏云四说 虽有不舍 但谁也留不住时间 他只是希望见证了上海百年发展的海关大楼的钟声 能够一直顺利传递 陪伴着上海继续迁行 这是我们下个大楼的肠 下1 下3 最较重量 根本签